大家好,我是小秋 阅读前麻烦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点点订阅 您的订阅是我更新的动力 我们今天分享的故事是 你又当老男人的小三 怀孕后却说孩子是我的 我该不该醒 事情是这样的 半年前,我偶然在某Soul软件上认识了一个长得漂亮 身材又好的女朋友 虽然我收入挺低 但是那方面挺强 于是两人一炮即合 但是最近,我感觉女朋友有事瞒着我 因为以往,我去公司接她 她都满心欢喜 可是,最近她总是以各种理由 拒绝让我去公司楼下接她 甚至,有好几次她回来比我晚 回来穿的都不是早晨出门那身衣服 又一天,女朋友将近十一点才回家 她到家后,看都没看在沙发上的我一眼 换好鞋便进直去了浴室洗澡 略有些失落收回目光 我收拾好女朋友胡乱脱掉的鞋子 目光不经意看到了她包旁边的白色袋子 袋子里面放着一条裙子 这是一条我从没在家里见过的裙子 我拿出衣服闻了闻,竟然有酒味 我刚认识方雅的时候,她就特别说过讨厌喝酒 如果有人逼着她喝酒,她会立马翻脸 我当时还问过她,要是公司上级非逼的你喝呢 方雅立刻露出凶狠的表情 那我就揍了她妈都不认识 如今,她非但喝酒了,而且还不愿意让我知道 我心中思绪白转,沉着脸等在浴室门口 水声停了,枝哑一声浴室门打开 要死啊,站在门口,吓死人了 女朋友被我吓了一跳,下意识地骂了一声 我没说话 她抬头,对上我犯着良意的眼神 我们四目相对,女朋友第一反应不是生气 而是心虚避开 李良,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是不是我最近没满足你 所以你,是,也不是,我打断了女朋友的话 我将刚刚藏在身后的衣服晃动在女朋友面前 这条裙子你什么时候买的,我怎么不知道 还有你不是说你讨厌喝酒,讨厌酒味吗 为什么衣服上有酒味 我目不转睛,我目不转睛盯着她的脸,企图看清她每一个表情 女朋友避开我的视线的同时,却一把紧张地抓住我的手 积极解释 对不起阿良,我闺蜜林心 最近不是失恋了吗,借酒消愁呢 而且,我不是跟你说过我讨厌酒味 怕你对林心有意见 我不想你跟我闺蜜关系不好 随后,她又反客为主质问 你问我,我解释了 可是你拿我裙子来质问我 我买条新裙子,不可以吗 裙子又酒味又怎么了 所以,你是怀疑我什么了 我就这么不值得你信任 她解释了 我还没来得及分析这话可不可信 要不要相信 如今,她质问我 她难过流泪,我便慌了 只想着低声细语将人哄好 我们似乎和好了 可是有可能并没有 没错,她又一次拒绝了我的恩爱要求 我有些睡不着 点开了林心男朋友的微信 大代女朋友也没想到 当初为了避嫌 和林心两口子吃饭的时候 我没加林心 却私下加了林心的男朋友 我,哥们 听说最近又跟你女朋友吵架了 女孩子嘛 怎么你也得让这点不是 林心经常嫌弃男朋友穷 两人常吵架 我这样问也不会太引起人怀疑 照耀,哥们 你可别咒我 最近我俩可好着呢 照耀话里似乎还有满满的得意 可是 我的心却平静不下来了 我侧头看着熟睡的女朋友 手本能的腹上 女朋友娇嫩的脸 眼神冷了下来 从来不对我撒谎的女朋友 连续给我撒谎了几次 她到底瞒着我什么 还是 她真的出轨了 我要找出证据 于是 我在下班前 确定了她今天晚点到家 不用我去接她后 却提前偷偷去了她公司 躲在她公司楼下 陆陆续续看着写字楼的人 几乎走完了 女朋友才从楼上下来 然后上路边停了很久的一辆豪车 我早早来到女朋友公司楼下 自然看到了豪车里的主人 是个五十岁左右的中年男子 那中年男子见女朋友走过去 还伸手去牵女朋友 那一刻 羞耻 愤怒袭击了我整个大脑 我开着车追上那辆车 豪车直接停在了一家高级会所的门前 女朋友是被那中年男子牵下车的 甚至中年男子有意无意地去判女朋友的肩膀 搂女朋友的腰 女朋友脸上除了露出略微羞涩的神情 并没有排斥老男人的举动 我急急停下车 赶紧追上去 只是到了门口 被保安拦了下来 无论我如何焦急请求保安 甚至说我是找我老婆的 可是保安只让我打电话确定是谁定的位置 才让我进去 我无奈 眼看着两人半拥着上了楼 我看着已经快消失在二楼楼道的身影 拿起手机拍照 保安拦了我一下 我也顾不得什么面子 面色难看又阴沉 我老婆 几乎是从我牙缝里挤出来的三个字 我能感觉到保安落在我身上同情的目光 他没拦着我 甚至还颇为安慰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连续拍了很多张照片 直到 看不到两人 随后 我失魂落魄地回到家 将自己埋在沙发里等着 从外面夕阳西下 等到万家灯火 甚至快万家灯灭的时候 女朋友终于回来了 怎么黑灯下火的 李良 女朋友进门 发现没开灯 一边嘀咕着 一边哐打开了灯 啊 李良 你有病吧 在家也不开灯也不出声 吓死我了 女朋友一下 看到了沙发上的我 甚至对上我有些阴沉的眼神 她大概也是真的吓到了 还拍了拍胸口 我心中冷笑 下 要下也是我下 我没回答女朋友的话 反而搜了一下突然起身 急急走到女朋友面前 一只手 轻易抓住了她两只手腕 抬到头顶 压在了墙上 然后 一只手开始解裤子 暴虐而猴急 李良 放开我 嗯 不 大概是察觉到我要做什么 女朋友脸色一白 吓到了 她挣扎着 扭动避开我的亲吻 我此刻 其实只是带着报复的行动 并不是真的想要 这个时候睡她 这张红艳娇嫩的唇 说不定 已经被那个老男人啃过了 我只觉得恶心 根本吻不下去 李良 你混蛋 放开我 女朋友一边挣扎着叫喊 高跟鞋一下踩在我的脚背上 痛得我面部扭曲 本能蹲下去 女朋友挣脱了我的束缚 赶紧躲得我远远的 李良 你个疯子 我要跟你分手 女朋友气得怒瞪着我 甚至还恶心地擦了擦缸 不小心碰到的嘴唇 分手两个字 顿时点燃了我的怒火 我阴沉着脸 一点点逼近女朋友 觉得我恶心 不想对我睡 怎么 是早被人睡烂了 没有精力应付我吧 你在床上那么骚 那个老男人 还能满足得了你吗 我们还没分手呢 你就迫不及待 跟老男人下家 你能不能搞到一起了 我太愤怒了 这样的事情 放在任何男人的身上 恐怕也会发疯的 这是耻辱 是对我作为男人的 践踏和挑衅 女朋友听到我的话 脸色大变 她双唇也不知道 是被我戳穿给 吓得还是气的 颤抖着 话都快说不明白 什么老男人 你放屁 李良 你王八蛋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我 这样怀疑我 我是瞎了眼 才会看上你 是不是你早就看我不顺眼了 所以故意找这样的话 你说啊 那你他妈给我看清楚了 看你是不是贱 我冷笑着拿起手机 快速找到 下午拍的照片放大 举到女朋友面前 那就睁大你的眼睛看看 看看你怎么背叛我的 看看你面对一个 可以当你爸的人 还怎么笑得那么恶心 女朋友瞪了了双瞳 看着照片 随后女朋友一把读过手机 迅速将我拍的照片翻了个遍 我也不知道 他是想要看到什么 又或者想要确认什么 看完照片 他拽着我的手腕 急急解释道 老公 阿良 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跟罗总真的没什么 他也当我是晚辈 很欣赏我的能力 所以才会举止多了点亲力 听着这样的解释 我是不相信的 可 我对女朋友的爱 也不是假的 不然我也不会这样痛苦难过 我没有说话 就那么深深地看着她 你不相信我是吧 好 我找证据给你 对 找林心 她拍了我们这几次见面的照片 拍照片都有时间的 我回来 时间你也都大概清楚 甚至你可以去查我 这几次晚回来去了哪些地方 女朋友便说着 已经迅速拿起自己手机 给林心发去视频 很快 林心接通了 女朋友也没解释 只是直接让林心截图照片 要带时间的那种 我内心又动摇了 而且 确实我没有看到 女朋友真正出轨在床的证据 很快 林心发来了截图 我回想了 最近女朋友晚回来的时间 女朋友确实没时间 单独跟那老男人在一起 当然 也不排除女朋友跟林心串通 早做的准备 但是随后女朋友 给出了更多的证据 都是有理有据 可查的 做不得假 看来 真的是我误会了女朋友 所以 你还是不信我 我还没来得及开口 女朋友眼泪说来就来 声音柔柔的 配上那梨花带雨的眼泪 看得我挠心的疼 我哪里还记得什么疑惑怀疑 又自责又后悔 我只是太爱你 太怕失去你 你最近也不跟我亲热 再看到你跟那个老男人 那么亲近 我就被气得失去了理智 恕我不对 你打我吧 我抓起女朋友的手 往我胸口捶 女朋友难过得一边哭一边 朝着我胸口捶拳 不过 她娇娇弱弱的 打得一点也不疼 我只会更加心疼 一把将她拥入怀里 她又气又恼 不跟你亲热 你就怀疑我 你们男人都是下半身思考的动物 我想要去罗总公司上班 工资高 想要多挣点钱买房子 挣彩礼 为了我们的未来 你竟然敢误会我 分手 分手 我心里是 又感动 又懊恼自己的冲动 赶紧哄女朋友 哄着哄着 将女朋友哄到了床上 都说夫妻床头打架床 为何 这次她终于没排斥我 我们度过了一个和谐的夜晚 我们似乎也恢复了如初 因为这次对女朋友的误会 我很内疚 而且 我也深知 女朋友是愿意嫁给我的 于是我准备了一个 颇有一事感的求婚 还叫上了她的朋友和同事 我还找了林心帮忙 林心听到后弄了下 然后露出羡慕的表情 方雅能够嫁给你 简直不要太幸福 这忙我帮了 可怜我为什么遇不到 你这么好的男朋友 我只当她顺口夸我的 注意到她说分手了 我有些诧异 林心的男朋友有多爱她 前几天才秀过恩爱 你会遇到那个男人的 我这人也是有些直男 不太会安慰人 而且 他们情侣的事情 我也不好多嘴 林心看了我一眼 竟然点头 会的 和你一样好的 求婚当晚 女朋友非但答应了 还留下了感动的泪水 她的同事朋友 都羡慕女朋友 也祝福我们 方雅 李良 祝福你们 这也太美好了 真让人羡慕 简直是男才女貌 女朋友高兴我 自然也高兴了 当晚 她比以往都热情似火 我当时就想 我们一定能够白头到老的 求婚后 我们便开始计划结婚的事情 自然便谈到了双方父母见面 还有彩礼的问题 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女朋友的父母 还有哥哥 我今年28岁 女朋友哥哥33岁了 看起来吊锒铛 没个正型 现在还没有结婚 不过大龄单身男性 倒也有不少 我也没多想 开始谈彩礼的事情 我父母说 彩礼18万8 房子我们家就一套 倒是一家人住一起 当然 如果方雅和李良一起住不习惯 我们老两口也不是开明的人 看他们是坚持坚持 等李良存够首付 再买一套 过不行办了婚礼 我们给他们租一套也行 女朋友父母还没开口 女朋友的哥哥却是急不可耐 没钱就别娶媳妇 租房娶媳妇 你们丢得起人 我们方家可丢不起 这话一出 我和父母脸上都有些难看 好在女朋友的父母 制止了女朋友哥哥方行的话 不过 女朋友父母还是提了要求 我们那边 彩礼一般都是28万8 甚至更高 我们只要26万8 我们是真心疼女儿 不是卖女儿 到时走个过程 彩礼方雅会把钱带回来的 不过房子必须买 结婚租房确实不合适 父母听到这要求 对我们家来说 是真的有些为难 一时也似乎陷入了僵局 我看着女朋友坐在中间 也是胶着的样子 心一横跟父母商量了下 最后做出决定答应 我是真的很想娶女朋友 所以我想的是 我最近这个项目 很快就要结束了 还能拿到一笔奖金 先借到钱给了财力也可以 至于房子 实在不行 将老房子卖了买两套小卫行 不过 可能是我眼花了 我父母帮我答应一下的时候 我似乎在女朋友父母眼里 看到几分遗憾 不过 随后一看 女朋友父母满脸欢喜 两家人接下来相谈甚欢 只是 就在我送我父母离开酒楼 准备回去接女朋友的时候 我听到女朋友的父母说 没想到李良达音得这么爽快 你个死丫头 是不是你根本没管钱 李良背着你藏了钱 早知道就多要点财力 方哥哥 就是 你也太没用 我跟你说 男人有钱就变坏 小妹 你得把钱死死拽在自己的手里 还有那房子 记得行以名下 女朋友 我也不知道 她的工资都是上交了 可能是她父母存了点吧 方家父母 我就说你没用 我们辛辛苦苦养你一场 这个时候不多要点彩礼 而且 男方给的多少证明 对你的在乎程度 还有 彩礼我们暂时答应你带回去 到时 你记得偷偷给拿回来 那房子 你倒是过户给你搁 看你搁 都这么大岁数了 还没结婚 以后他给我们养老 你忍心 让你搁单着 还有 倒是让李良给你搁 介绍个像李良那样 高工资的工作 听到这里 我差点没气吃 就女朋友哥哥那匹样 还想跟我一样的工作 想屁吃 这一家人倒是打得如意算盘 我实在听不下去了 哐当一下 推开了包厢的门 几个人骑看向我 特别是女朋友 眼神心虚 他冲我笑了笑 大概不确定 我听到多少 阿良 送叔叔阿姨走了吗 我点头 没有第一时间 当着女朋友父母的面发作 只是淡淡点了点头 随后便提出 跟女朋友先回去 大概是这几个人 也有些心虚 还催促我俩赶紧回去 估计想让女朋友肚子 来面对我 我们一路上没说话 一到家 我便发了怒 我讽刺女朋友一家嘴上 说不卖女儿 卖女儿比谁都狠 而且 不单是卖女儿 还企图骗钱骗婚 女朋友那哥哥 我是丝毫没留情面 没想到女朋友 非但不觉得错 反而觉得我没本事 不够看重他 不然最开始 为什么才说 十八万八的彩礼 总之 都是我的错 他父母没错 他哥哥没错 他作为女儿 要帮衬 能传宗接代的哥哥 我怎么以前没发现 女朋友竟然是个扶兄母 其实 原本我也并没想着 彩礼还拿回来 但是女朋友家人太过算计 吃相难堪 还有 口口声声说 要为我挣钱买房 畅想未来的女朋友 怎么突然变得陌生的 我不认识 我有些想不通 我们因为此事吵得很厉害 女朋友对我没什么好脸色 随后我们开始冷战 我们彼此似乎都在煎熬 我整个人非常颓废 女朋友煎熬的方式和以往不同 她话悲痛为购物欲 换了新手机 买了新衣服 新包包 整个人在外打扮得光鲜亮丽 她娇好的身材 明媚的脸 一贫一笑 都让我割手不下 而且 我们几年的感情 眼看着就要修成正果 我咬了咬牙 大不了就妥协这么一次 至于女朋友的某些扶兄思想 到时慢慢劝说 而且将来有了孩子 女朋友肯定会为了孩子考虑 我准备找女朋友谈一谈 可是 我等到晚上 都没有等到女朋友回来 我给女朋友打电话 发现自己被拉黑了 某信也被删了 所有的联系方式没有了 甚至 去她公司 女朋友辞职了 没有人知道 女朋友去了哪里 女朋友这是什么意思 她这是要躲着我吗 为什么 我彻底慌了 我不想失去她 可是 我找不到她了 借酒消愁 我整个人颓废在家 咚咚咚房门敲响的声音 我第一反应是 女朋友回来了 我急切打开房门 看到的 却是女朋友的闺蜜林心 我失望地转身回屋 身体亮亮呛呛 差点摔倒 李良 林心赶紧扶着我到客厅 我脑袋清醒了几分 想起林心和女朋友的关系 一把拽着林心 你知道方雅去哪里了对吗 林心担忧地看着我 李良 方雅说跟你分手 让我给你说一声 你别这样下去了 好聚好散 她也要过新的生活 方雅不珍惜你 你会遇到那个珍惜你的人的 我声音哽咽 什么是新的生活 还有 分手 我没答应 就没有分手 我只要方雅 你告诉我 方雅去哪里了好不好 你告诉我 可是 无论我怎么请求 林心都没有告诉我 方雅的去向 只是 接下来的日子 她经常来我家 但是我根本没心思应对 我满心思都是方雅 整个人颓废不堪 整日醉得不省人事 甚至差点 因此影响到项目丢了工作 这让我更加颓废 林心看不下去了 竟然趁着我醉酒表白 可是 我是多爱我女朋友啊 我的心 我的身体在关键时刻 依然没有背叛女朋友 我拒绝了林心 甚至没再见林心 直到 久违的邮件再次出现 是一张照片和女朋友新公司地址 照片中 方雅笑页如花地 挽着一个中年男人 碰 我一拳头 差点砸向电脑 最后落在了桌上 可是我感觉不到疼 因为更疼的是心 那个中年男人我很熟悉 就是上次那个中年男人罗总 这就是林心口中女朋友的新生活 所以 女朋友其实是背叛了我的吧 这次 我没万全的准备 没有证据 我不会去找女朋友 为了知道真相 有了女朋友的新地址和照片 向来节省的 我不惜花重金 请了私家侦探查女朋友 和那个老男人 私家侦探大概接过不少这样的活 还颇为同情劝慰我 兄弟 想开些 这样的女人 不要也罢 两条腿的女人好找得很 你长得也不差 是 我自己虽然条件不算好 但是长得还不错 不然女朋友的闺蜜 估计也看不上我 可是 私家侦探这话并不会安慰我 只增长了我的力气 我长得怎么也比那个老男人好 对女朋友也好 那方面也强 我也不是一个不上进的男人 他竟然为了前感背叛我 那一刻 我心中很辣的报复的想法滋生 私家侦探很快将查到的东西交给我 女朋友从因为彩礼事情吵架起 他便转身投入了老男人的怀抱 他那些新手机包包 都是老男人给他买的 甚至 第一次我怀疑女朋友的时候 他几次的新衣服 也都是老男人给买的 方雅 你个贱人 敢骗我 我气得发狂 刚看到后面的资料 我气笑了 老男人家中有个母老虎 老男人是靠母老虎发家的 所以只能偷偷在外投心 如果我现在将女朋友和老男人的照片 寄给老男人的老婆 女朋友肯定辣不了 可是 我觉得如果只是这样 似乎太便宜女朋友了 都说 不要欺负老实人 一旦欺负狠了 老实人反抗起来 那才是要人命 方雅 你别怪我 怪就怪你 不该屡次欺骗背叛我 把我当成老鼠一样 被你弄得团团转 那我也给你来一场 猫捉老鼠的游戏 我先找人 给老男人罗总的老婆小小 透露了 下罗总在外面的不老实 并没有直接暴露 女朋友的存在 那时 罗总被老婆管得有些紧 跟女朋友联系 和见面的次数少了 甚至钱财上 估计怕被老婆发现 老男人给女朋友的钱 也少了 所以 女朋友购物次数少了 由减入奢益 由奢入减难 女朋友估计 很快会忍不住 于是我让私家侦探帮忙 找了一个帅气的男人 假扮富二代 去勾引女朋友 果然 女朋友很快就跟那富二代 打得有些火热 毕竟 老男人跟年轻富二代比起来 那是完全没有可避性 很快 女朋友便投入了 那假扮二代的怀抱 甚至跟老男人分手 老男人不缺女人 女朋友被老男人得到了 新鲜感也过了 所以 分手得容易 等到女朋友 跟老男人分手后 我让假扮二代 跟女朋友玩过一两周 就分手 我要让女朋友 尝一尝被抛弃的滋味 假扮二代 按照我的吩咐 跟女朋友分手了 甚至 发来的女朋友 痛哭流涕 跪在假扮二代面前 求复合的视频 那样子 只让我觉得恶心 恶心我怎么找了这样的一个 不要脸爱慕虚荣的女人 又或许 是我从来就没真正了解过女朋友 我跟假扮二代碰了面 假扮二代这种事情似乎做得多 还跟我打赌 假扮二代 你猜接下来 你那个女朋友会怎么做 我笃定 找老男人 不过肯定被老男人抛弃 假扮二代却摇头 笑得神神秘秘 不 他会重新跟老男人在一起 我不信 老男人拦腻了 会要他 我恶劣地说着 假扮二代告诉我 女朋友怀孕了 孩子是老男人的 所以 老男人应该会再接受女朋友 想到视频里 女朋友那么犯贱 低三下四跟假扮二代求复合 那是他从未对我放低过的姿态 还有 我们在一起几年了 他也未曾想过孕育我俩的孩子 恨和妒忌 让我有了更加恶劣的想法 我让私家侦探查到女朋友 跟老男人开房的地址 然后联系了老男人的老婆 随后 我更是找了一个 喜欢直播这种社会新闻的网红 我躲在暗处 看着女朋友 被老男人的老婆赤裸着 从床上拉下来打 网红直播 虽然没有敢播出这样的画面 但是不能播的 声音能听到 能播的地方 全部都录下来了 看着视频中 曾经心中的女神 身败名裂 成为如今这样的残花败柳 我突然觉得 索然无味 索性离开了酒店 后来 私家侦探那边 给我汇报了情况 听说 最后是一女朋友 被打进医院 险些流产 我付了私家侦探钱后 便没有关注这件事情了 毕竟 我还有未来的人生 没有必要 为了这样一个烂女人 毁了后半辈子 本来 我跟方雅的事情 应该就在此处画上句号 只是没想到 方雅大概是真的 当我是傻子 她主动找上我 方雅 李良 我冷静了这段时间 发现我还说爱着你 忘不掉你 结婚的事情 我们商量着来好吗 我冷笑着看着方雅 方雅 你但凡要点脸 都不应该再来找我 感情还想让我当街盘侠 去你妈的 方雅难堪地离开 我看着方雅那勾楼的背影 没错 她如今已经变成这副丑态了 我眼里波澜在舞 一段感情 只要付出过真情 最后都会受伤 我到底给她留了最后那点点颜面 之后不久 我还接到了老男人老婆的电话 听说老男人要被扫地出门不说 好像挪用公款 可能会被送进去 也不定 老男人老婆还告诉我一个消息 老男人是被林芯牵线搭桥 介绍给方雅的 突然 一条完全不明白的线似乎明朗了 我找到邮件发送IP地址的网吧 按照邮件发送时间 请求老板查一下监控视频 虽然视频人做了伪装 但是几个视频和林芯的照片对比 我确定发邮件的就是林芯 所以 林芯是因为喜欢我 所以用手段破坏我和女朋友的关系 林芯不知道我发现了她 不藏着掖着 这个时候还出来蹦打 李良 方雅的事情我知道了 我没想到她是这样的人 她是不够爱你 她爱慕虚荣 但是我不会 我是真的喜欢你 会忠诚对你的 这个时候 林芯倒是不忘抬高自己贬低方雅 可惜 这样的蛇蝎美人 我是无福消遣了 方雅不是好女人 林芯也不是什么好鸟 正在这个时候 大概是不甘心 我这个成龙快婿的方家人 还敢找上门 不过想想也是 有钱的老男人 还有富二代都没捞找 还揣了的野种 怎么也要找个接盘的 方雅也跟着一起来的 她倒是会装可怜 躲在父母和哥哥的背后 让父母和哥哥冲锋陷阵 李良 你什么意思 不过因为彩礼的事情没谈拢 你就要抛弃我家方雅 彩礼的事情我们都让步了 按照最开始说的 难不成你还想赖账 你这是欺负我们方雅 别当我们不存在 李良 你今天敢赴我妹妹 我打断你的腿 还有我告诉你 方雅可是怀了你的孩子 你敢不要试试 方雅父母说完 方雅哥哥上阵 一群人上蹿吓跳 我冷笑着拿出手机 将当时酒店原配 殴打方雅 这个小三视频放出来 我看着他们 难看的脸色嘲讽到 一个出轨的女人 当了老男人的小三 不要彩礼我也不会要 你们真当我傻是吗 还有 我侧头看向方雅 方雅 我说过 别给脸不要脸 你当我傻子不说 还想让我当街盘侠 孩子几个月了 是谁的 你比谁都更清楚 托通 女朋友一下跪在我的面前 痛哭流涕地抱着我的大腿 李良 我知道错了 你原谅我好吗 我把孩子打掉 以后我们好好生活好不好 看在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分上 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 求你了 女朋友如今这卑微求贵的样子 一如当初她贵求家 富二代富和的样子 我只会觉得无比恶心 没有一点动摇同情 你的眼泪和祈求 现在在我面前一文不值 我扯开女朋友的腿 直接喊了一个滚字 方家人被狠狠打了脸 灰溜溜拉着方雅离开 等到几人到门口 我准备来尝狗咬狗 方雅 林星明知道老男人有老婆 还介绍给你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 她喜欢我 对了 你们本来可能还骗得了我 可惜林星将着你跟老男人的事情提前都告诉我了 让你们的如意算盘落空了 我看着方雅因为我的话亮呛了下 看来她是听进去了 至此之后 我的生活基本归于平静 老男人的老婆大概是为了感谢我将老男人的事情透露给她 特别是还查到老男人转移资产的事情 所以给我介绍了新的项目 我原本差点失去工作 如此反而升职了 老男人的老婆还告诉我 她买了方雅当小三的热搜 方雅因为酒店被打的视频 身败名裂也被公司开除了 甚至在这个城市待不下去了 方雅肚里的孩子 在方家人带她去找林星麻烦的时候 扭打肩流产了 以后很难怀孕 至于林星 被划伤了脸毁了容 老男人老婆给我敬酒的时候意味深长道 恶人有恶报 小李 有机会我给你介绍好的女孩子 我笑着将杯中的酒意而尽 那我就提前谢谢姐姐了 目光随后却飘向了喷泉 以及被喷泉剪成的灯光星点 呃有恶报吗 那是有仇报仇才对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欢迎在下方留言 小秋会尽量满足您的需求